96 申報A 股停牌至9如飲鎮止渴 2015年7月10日地產B 07 樓市Hotchok湯文亮 我相信很少香港人會想到在國內A股大跌市期間 上市公司會用停牌來備禍 我認為這種做法,有如飲鎮止渴 表面上股價沒有下跌 事實上在任盤股價早已低到708落 得不常失恰恰之策 其實,股票市場有一個自動調節機制 當股價下錯至某一階段 就有人會趁低吸納 倘若再下跌,也會繼續有人吸納 直至股價穩定 如果繼續有人買,股價便會掉頭回升 但如果停牌,這種自動調節機制便失去作用 雖然停牌,但仍然有陰盤價 而且陰盤價往往低於正常市價 除非不復牌 否則當復牌的時候 股價一定會出現非常巨大跌幅 停牌是得不常失的決定 是恰恰之策 除非是決定停牌的人有難言之隱 過往,香港股票聯合交易所亦試過停止交易四日 在這四日內,內此外章 不少股票在停止交易期間有陰盤成交 股價不斷下跌,再從開始已暴跌超過千點 我不記得百分比,只記得聯交所主席 李福少敗走墨盛 余生在曼谷度過,有所謂前市不忙 後市之施 即使前日股市大跌1500 此點,好在沒有上市公司申請停牌 香港上市公司的主事人知道 在股市暴跌下停牌,並不能被禍 而是替公司畫上了一個句號 之後便沒有人敢賣該公司股票 今次A股自動申請停牌的股票超過總數一半 換句話說,那些等錢用的人 一定要賣未停牌的股票 對那些仍然可以買賣的股票造成壓力 最後的結果離不開下跌 這樣說,今次飲浸只喝在未毒死自己前 先毒死沒有飲毒酒的人 這對於那些沒有停牌的股票是相當不公平的 不過,那些仍然在市場可以買賣的股票股價下跌 但亦只不過是火鳳凰式洗泥 他日重生的機會比停牌的股票大得多 很多人以股災來形容近幾入股市表現 但我不認同 我認為只是一次大調整 在整頓完畢之後 那些自動申請停牌股票不少將會被廢了武功 是否值得停牌就見人見智 幾位集團行政總裁電郵 to從 Gmail.com 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